宋朝时候有一位博洋的市民叫姜乙 以麦夷为生 曾经买了一支圆 重有一百斤 放置在家中 姜乙晚上都听到很悲哀的森林声 就是这支圆的森林声 就起床查看 原来是圆的叫声 他非常的愤怒 就拿棍子鞭打他 隔壁有一位老人家欠姜乙把他放生 把他放生了 但他不听 隔天这位老人就向众人劝慕 想要以原价买来放生 但姜乙坚持不肯卖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他不卖 竟然把他杀了 后来因事被关在牢里 受到仗者 夫妻两人全部饿死 那么这一段重点在哪里 他用杖鞭打这支圆 然后人家要救他 他又不让人家救 这个就是无量说里面讲的 过怀杀毒 这种心不仅是杀心 而且还是毒 叫过怀杀毒 无量说经里面有讲 祸道所重 悟道则少 过怀杀毒恶技明明 唯妄心事唯逆天地 智义醉己 顿夺其受 下入恶道 无有出其 这个黄念祖导技师的注解 讲得非常好 黄念祖导技师说 这个痴内 从痴起嗔之过 这一段经文只要是 愚痴没有智慧 起了这个诚心 这个将以就是这样 愚痴没有智慧 在三位里面 身口意三位里面 称与是第一因 诚心度第一 所以我们常说 一点诚心活 能烧功德力 世间人醒悟的少 迷惑的迷惑正道 所以怎么样 心怀杀毒 残害他命 恶气至圣 从明如明 故隐 恶气明明 明明什么意思 就是幽暗 无知 暮夜 晚上 所做的都是妄 唯妄心事 以色列为逆天地 黄年导记事 引用家乡书里面说 尚不顺天心 下为阎罗王之意 尚不顺天 有好生之德 就是尚不顺天心 下违背阎罗王的意思 照沙耶 下为阎罗王之意 如是任意作恶 故隐之意 一旦罪恶满淫 故隐罪己 你福报还在 好像感觉也没有什么事 等到你恶贯满淫的时候 罪恶累积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那罪业就千零了 不必等待你四寿终了 你被躲记躲算 一记十二年 被躲记躲算 顿躲其命 下入恶道 马上躲你的寿命 就堕落到这个恶道去 躲是什么意思 强起之 让他丧失 顿躲其寿命 断其寿命 顿躲其寿 顿躲其寿 要减瘦抖算 我们感应篇里面讲 躲记躲算 所以拉法师呢 拉法师这段的开示里面 拉法师说 常杀生的人 杀生 原因都是贪吃 只要为什么要去杀生 因为他贪吃 吃众生肉 贪生吃叫三度 杀生是称度 这个僵乙就是称度 他不准人家救 他就把他这样杀掉 所以他跟他夫妻也一起死掉 所有一切的病毒离不开探存吃 这是残伤他命 多半是指动物 我们这一段在讲的 就是非礼烹宅 非礼烹宅 也就是残杀他命 是指对动物 被他杀了 被他杀害的恶气 非常的自胜 那么被杀害的这些动物 有情众生 他也没有怨恨啊 有 最后他一口气要断的时候 他知道谁杀他的 他等到你气刷的时候 他就在你身体上找一个部位 就在那边潜藏 你就生一些奇怪的怪病出来 他会不会报复 老法师说肯定会报复 肯定 听清楚肯定 所以我们细心观察 吃肉的这些众生 以人最残忍 以人最残忍 动物互相吞淡 也只是当他饥饿的时候 他才会吃啊 像狮子 老虎 狼 他吃饱的时候 他周边的小动物 他没有伤害的意思 我们在电视看过 动物奇观 里面有看到 所以人比动物 互相残杀 还要残忍 由此可知 动物是用什么心情来看人呢 人是最苦胖的动物 不吃也要杀你 他不吃也要杀你 像现在我们就看过一些大学生 身为一个大学生 不仅是受高等教育 他不仅是受高等教育 他也不知道道德仁义里 刚才讲的 他怎么样 他用现在的摄影机 用现在的相机 拍摄 内杀动物 内杀动物 甚至给他扑到网络去直播 这么残忍 我们最近台湾才发生一件 非常令我们难过的事情 就几个阿兵哥 几个士兵 就是内杀 内杀这个流浪狗的事情 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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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带把他活活的整死 引起前果画篮 媒体的踏法 为了这个事情 国防部长还道歉 隔壁多久 这俩自己的一个熊山灰弹 莫名其妙射出去 打中一个行径中的一艘遗传 把船长活活打死 闹成全世界笑话 所以脑法师说 人是最可怕的动物 不吃它也要杀死你 要杀死你 悟气是怨气 怨恨之甚 现在这个大地上每天杀害的 陆地上走的 空中灰的 水中游的 每天要吃到多少 我们知道吗 老法师这里特别提供个资料 有人提供资料给老法师 一年 人类要吃多少动物吗 一年3370亿 一年3370亿 你看多可怕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这么乱 就是这里造成的 想要世间没有刀兵截 除非众生不吃肉 一年杀掉3370亿的动物 的众生的生命 所以这个地球 磁场不好 我们坐飞机 飞到上空 看到下面 黑压压的 灰土土的 那叫元气 从明入明 明是什么 明是幽暗 无知妄为 下面是恶道 山土地义 底下有解释 这个老法师在解释明明 明明则幽暗里 刚才讲过 无知也 木叶也 所作皆妄 故隐为妄心事 明明可以说是什么 弥中入弥 异弥一身 弥了以后他造罪业 业必定要报 唯妄心事 兴起这些恶恋 干这些恶事 妄通通都是虚妄的 罪 亦造一身 已是 唯逆天地 违背上天的 好生之德 也违背了 言罗网的意思 老法师 老法师 老法师这里讲 老法师说 黄念主老基督的注解 写得非常好 就上不顺天心 天神都看不下去了 下面也违背了言罗网的意思 言网网执行造作欧位的人 让他们在地域受这些苦报 是不是言网网的意思 不是 我们现在完全晓得 地域完全是自己不善的业 变现出来的 以言网网不相干 切切实实都是自作自受 天人 佛经上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什么人生天 在世间存的事无量心 什么叫事无量心 慈悲洗手 慈悲洗手 慈悲洗手的事无量心 造了上品实散 事无量心造上品实散 这是生天的因 所以天人慈悲 天人不喜欢看到杀身 杀身吃肉 天人看不惯 不顺天心 这叫不顺天心 炎网 鬼王也很慈悲 不忍心看到造作罪业的这些人 在地域受罪 所以告诉地域的人 你们所受的罪业是自作自受 地域里面一切状况都是业力变现的 不是炎网王在那里造的地域 不是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上不顺天心 下为炎网王之意 炎网王也是很慈悲的 如是任意作恶 如果我们刚才讲的 之意 一旦到你罪恶满盈 物贯满盈的时候 那作业就牵连了 不用等待到寿命终了 那瓦斯说 顿斗其命 这一句话一定要重视 罪业轻的时候 是你的受众 你如果罪业不重 你定数要活多久 到多久寿命就结束了 这叫做正常的受众 寿命到了 才会跟你论互相酌场 造业几重的人 是不用等到你寿命结束 不用等到你寿命终了 谁来躲他的命呢 都是言情在主 那所以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癌症 都是造沙益来的 你看癌症 下面 那个癌下面有三个口 那三个口堆积如山 口液造成的 在主是讨债的 你躲他的财物 他不甘心 一定要讨回来 这个讨债的 你杀害这些众生 众生还不能抖你的病 是因为你还有福报 有福报的 就有守护神保佑你 就我哥哥呢 他有一个他们 他有一个他们 同餐 他们当时是一同 信仰道教的 那么这个同餐的道友 我哥当时有劝他 他已经很有钱了 他开了一个养鸡场 他本身呢 说拿香拜仙佛 修道 赐上 两所拿香也在造业 他开了一个养鸡场 他开了一个养鸡场 赚了很多钱 我哥哥有欠他说 你赚了那么多钱 不要再赚了 不要再造杀业了 你把养鸡场让给别人 或者是收贪了 我家兄这位同餐呢 就听不进去 那我不杀 别人也是在杀 后来呢 他最后得了这个 这个喉癌 喉癌以后要死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整个呢 因为他是开养鸡场 整个嘴巴变形 像鸡一样 像鸡一样 嘴巴变渐渐 这一项的 最后就献第一项 除非你碰到孝主贤孙 子孙呢 会欠这个 父母断这个杀业 会叫你忏悔 会叫你念佛改过 除非你有孝主贤孙 有好的建属 遇到善知识 遇到善缘 所以这里老法师讲说 你有福报 就有守护神保佑你啊 可是当你恶贯满盈的时候 这些守护神退开了 离开了 守命的人就来了 守命的人就来了 所以 黄念的老祭司说 世间人因为疑痴而生诚心 相杀相害 心怀 心怀 独恶 所以呢 围坐忘事 这些造罪的人 都是他素是 罪恶的业力 种种的恶言 自然相随 所以 恶贯满灵的时候 果报显现 就 堕入三恶道 那受到这些果报 就无有穷极了 这一段呢 我们是引用五量寿经 这里面讲的 过怀杀毒 那么这一段的故事里面 这个僵乙 它就是心怀杀毒